我不客氣這兩邊看 若正的影響功能姐姐和學校聊天 才能給她一遍練習 聽英語和嘗試講英語的機會 有一個英語環境 如果功能姐姐的英語發音 或有些文法上高創而不斷 也有機會會學習這些錯誤 所以有好有無好處 如果家長在英文發音上或文法上的錯誤 小朋友也可能會學習 其實這也視乎家長本身的英文程度 如果家長本身的英文程度很好的話 我想在家裡想製作一個英文環境 而去跟小朋友溝通也無可合避 小朋友要學好語言 最重要是要有適當的語言刺激 所謂語言刺激就是剛才所說 要是一個雙向性的溝通 也會建議家長多點跟小朋友去聊天 多點跟他們說故事 甚至唱歌 或者帶他們去公園 接觸同年紀的小朋友 這是他們學好母語 第一語言的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適當語言刺激 盡量減少讓他們看電視、iPad、YouTube 如果你說外語方面 剛才所說 如果家長的英文程度是好的話 在家裡跟他多點說一下英文也無方 但如果你說 甚至英文也不太好 其實都可以有其他方法 比如跟他們唱一下英文歌 玩一些簡單的英文遊戲 這些都可以的 At 1 a 2 a 3 a 4 a 4 a 4 a 5over 咖啡 魔rehrehenne 感谢观看